从所有的 那个所有的有机可军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 美国跟美军在告诉你 他协助捍卫台湾的 他们的想法 的确现在整个南海的局势 因为美飞正在进行军事演习 同时我们的东沙岛 除了我们的这个机场的这个 扩建这个跑道 可能这个在明年2月会完工 那其实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也有进驻了 所以目前的这个跑道的扩建 是不是也可以增加 我们的空军实员的能力呢 要请教张将军了 包括空军 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御山舰 我们的这个运输舰 在今天也下水了 所以海空军对我们的整个南海 还包括整个美军 在这边的一个最新的动作 怎么样看待这样最新发展 从这个东沙机场的跑道 扩建的工程的开始 还有包括御山舰的下水来看 我们对东沙岛的 还有南沙太平岛的重视度 是目前是很局劲的身高当中 可以关注这边 我认为我们有五件事可以做 这个一千 东沙竟然跑道目前 长度是1700公尺 如果这样扩建的话 可以到达最早 可以到达2000公尺以上 这样子的话 在对战斗机的这个进驻 是有帮助的 我们的战斗机可以飞到那边 但是我们要做五件事情要去做 第一件事情啊 我们现在应该有常态性的 一个礼拜也好 或两个礼拜也好 要派F-16去威力征询 到东沙岛 直接飞过去 飞过去 那是我们的领土 那是我们的领空 我们都没有过去 我们现在F-16V 它的有效的航程是1500公里 东沙岛距离我们440公里 来回880公里 1500公里 绰绰有余 在那边飞个四五十分钟 一个小时没有问题啊 我们可以过威力征询 但是我们很少飞到那边去 没有飞到那边 要飞过去 威力征询 那边让岛上的官兵知道 里面不孤独 那些岛上的官兵弟兄姐妹 我们在上面 我们上面是我们飞机 不能让中共的无人机跑到 我们东沙岛上面来了 我们飞机过去 第二个 岛上要盖 这个刚够的机棚 跟刚够的机堡 为什么 以后战斗机可以进去 现在没有 没有 我们要盖机棚 盖机堡 在那边 我们随时可以进驻 表示我们在精略东沙 要这样做 第三件事情 我们的腰山洞 可以在那边做战略空投 战略空投 海上运步如果中断 我们飞机直接过去 70分钟就到了 直接战略空投 空投武器 空投食物 空投战略物资 都可以 我们该做 这个是我们该做 第四个 我们有时候抵近演习 我们的海空联训 多往东沙岛推 让他知道 我们国军就在旁边演习 你们安全的 我们随时可以做磁缘 可以这样做 这是四个 第五个也要做 我们的潜舰不是 潜舰不要当战术武器 潜舰是战略打击武器 到附近海域去活动 会可以做伏击 如果是中共对我们 有威胁的话 我们潜舰过去 会做伏击 做猎杀 这样的话 中共不敢在东沙岛附近 轻举妄动 那我们的潜舰 会有嚇阻 我们的潜舰有到那边过吗 这个不知道 这个是机密 这个是机密的东西 因为潜舰还是战略的 是很隐藏的 这个不让人家知道的 所以我们这五件事 你包含潜舰 这都是我们现在的战略资源 我们到充分的就灵活运用 另外预算舰 预算是万顿级 万顿级将来上面 可以放直升机 我们将来可能以后 最好有垂直起降的战斗机 可以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 我们这个东沙岛 还有南沙的太平岛 我们在这个战略资源上面 这是打击的 一个是可以登陆 跟反登陆用的 这个两栖的运输船 无登陆舰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海空军 这样的战力延伸到东沙南沙 现在看起来没问题了 可以 但是在南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是我们战略机过去 要空中加油机 我们要买空中加油机 南沙比较远 对 新加坡那么小 新加坡的国防预算 比我们还少 但是新加坡有空中加油机 它岛域那么小 新加坡的岛域 国家的面积 720平方公里 大概两个台北市那么大 它有空中加油机 我们应该要有 要有空中加油机 请我空中加油 如果南沙太平岛 我们可以辞员 我们有时候一个月过去威力巡航一下 威力巡航就再回回台湾 再经过空中加油再回来 没有问题 如果真的有我们的战力延伸 就完全没问题了 现在坐在思维 整个都要改变了 台北防卫作战 不是像以前的时候 是被动式的防御 要整个战略众生 要向前推 你台湾才安全 台北防卫走才安全 有时候我讲过 包括马祖群岛 还有金门列岛 还有乌丘 还有东影跟西影 都在我们国军的手上 这些岛上也有 也有居民在那边 我们也要过去威力巡航 海峡中线以兴 由于我们国土 也是我们的领空 我们干什么不过去 你过去之后 岛上的官兵弟兄姐妹 安全了 不是我们岛孤人不孤 上面随时有空中做远户 心就安了 所以我们这个兵力上的 这种黄金的调配 如何用是最有效 如何用可以在心理战上面 在宣传战上面 在舆论战上面 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这是国军平常也要做战略经营的 张将军真的讲到一个关键了 我们的过去 国军的一些手势 整个的战略似乎都太过保守 所以博恩议员 在未来我们的这个国军 包括海空军的能力 如果能够投射到东沙南沙 那对于台湾的这个安全 就不可同日而已 我觉得这个国防 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当然是战略战术 或者是我们武器精良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新防的部分 很重要 其实这个最近因为 这个中美的关系很紧张 所以中国这个对美国 没皮条就动不动 就说放话对台湾要动手 那动手的状况 你说这个武力侵犯台湾 有没有可能直接到本岛来 这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做好我们巩固的防御 但是经常有一种传闻 就是说要针对东沙群岛的部分下手 我们其实这个早在美国中选前 就不断有这个风声 说美国很担心说 中国可能针对这个台湾的 很多的一些外岛 不管是东沙或者是太平岛下手等等 那中国有没有可能这样下手 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巩固好我们的国防之外 他会不会下手 这个其实要看他整体的这个战略 东沙这个位置多重要 东沙虽然很小 可是东沙是等于是南海 跟这个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等于是一个咽喉的地带 所以在这个地带 这不是说仅仅是台湾的问题 如果一旦东沙这个地方失守的话 那这个是包括所有 包括美国日本或进出 这个相关的这个重要的交通渠道 都会受到很严重的一个威胁 所以在这个部分 守好东沙是我们的本分 可是我相信包括美国日本 还有其他的这个盟国援军 都对东沙都觉得说不能丢 所以在这个部分 你看我们像现在 包括我们的陆战队 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机场跑到这个扩建 事实上就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 再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发展 中国的CDC主任 在4月10号的一个成都研讨会 他就说了中国疫苗效率低 所以政府正考虑要混用疫苗 来提升效率 等于就是说你要打第三剂 那你前面打那两剂 不是完全没用吗 那后来这个消息 出去之后 引起各界的哗然 所以环球时报 在隔天他马上就说了 这完全是误解啊 只是提出了一种未来的科学思考 莱凡老师 这到底是在讲什么 什么叫做未来的科学思考 如果你的疫苗是没有用的话 那是不是有可能对于全球的疫情 又再次造成灾难了 这个高福 现在真的是完蛋了 因为他吃了诚实豆沙包 把中国这个问题 他直接因为他是中国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 他有一定的这个专业性跟权威性 那我们知道中国疫苗 你看现在很多国家 国外的国家打中国疫苗都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疫情没有办法控制 反而越来越严重 所以中国疫苗现在大家觉得很奇怪 他在香港已经发生了好几位 因为打了疫苗而死亡的案例 可是在中国呢 似乎没有任何案例 零死亡 好像中国疫情也因为因而控制住了 所以到底实情怎么样 很奇怪 就国外打的情况跟中国的情况是天差地别 那连香港的情况跟中国内部情况也是很大差距 所以你说到底是不是这个疫苗只适合中国人打 中国人打完之后没有副作用 而且中国疫情控制很好 是真的是这样吗 中国疫情真的控制很好吗 那中国疫苗真的这么好吗 那为什么中国的民众不敢打 现在病人是官员由上而下 就抓这个疫苗 中国家讲抓什么 抓什么说抓链钢 就是全民大链钢 现在抓疫苗 所有官员你的升迁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 是靠你的招商引资 招商引资做得好 你的官员可以升官 后来我们看到是什么 一台化 节育 哪个地方超升多升 那个官员就被拔官 现在是抓疫苗 强迫你打 所以很多很多乱象 很多人不愿意打 就讲一大堆理由 什么怀孕啊 干嘛 他们认为 你们这高官自己都不打 你习近平你没出来打 要我们老百姓打 其实他们是拒绝打 所以现在变成说 连香港现在也变成是 很多人是拒打中国疫苗 拒把这个科兴疫苗 拒保这个国药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 高福这样说法 等于是证实了 中国疫苗就有一个问题 那这会造成就是说 世界各国现在可能 更愿意打的是 印度的疫苗 或者是俄罗斯的疫苗 因为中国的疫苗 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 他们没有受到 国际的认同 特别是连 WHO的这个主席 唐德赛 唐书记 唐同志 跟习近平关系很好的 他都不敢 对这个中国疫苗背书 那另外 中国疫苗也没有获得 欧盟或者是美国的 CDC他们的认同 所以变成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中国疫苗 事实上它到底效果如何 现在在各个国家来打 造成各个国家 因为打了疫苗之后 他们以为没事了 结果反而疫情 更加的一发不可收拾 不降反身 对不降反身 打了之后反而确诊 对所以就变成说 中国疫苗已经遭到了 国际间相当大的一个质疑 所以高福这个时候 说这个话 等于说不打自招 那因此 现在这个 环球时报又说 这是一个误解 提出一种未来的科学思考 想要来圆 这个高福的讲话 可是这个话 说出去之后 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 各个媒体的报道的焦点了 所以环球时报 想去圆这个事情 很难圆 那我觉得中国 真的当务之急 还是要让你的疫苗 让国际间认可 而不是在那边 有透过这个环球时报 大外宣在那边做宣传 那恐怕是 达不到他们的目的 其实中国远不远晃 是他们自己的事 问题是 全世界的疫情 比较重要啊 因为现在这个 中国疫苗效率低的问题 恐怕已经成为 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议题 因为他们的疫苗 在大约20个国家使用 有大约70多国 跟中国的疫苗业者 是达成协议哦 等于说 他们出口的疫苗数量 高达上亿剂哦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形成一种 所谓的假性的安全 要请教靖医师了 大家会觉得 我打了疫苗 打了中国疫苗 我安全啦 但结果呢 打了就反而确诊了 那所以我们也同时看到 香港林郑月娥 竟然宣布说 未来从中国到香港的旅客呢 只要持这个 阴性的这个检测结果 不用强制这个接受 接种这个疫苗 或是这个什么检验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也是个国际城市啊 那大家这样流通来 流过去 那反而会疫情 造成再次的这个兴起啊 所以我先结论 你台湾接下来要怎么做 因为台湾 我们势必要面对说 你要恢复正常的经济交流 恢复正常的国际交流 或恢复说 你的社区里面 可以容许大家 不用持续的 戴口罩的情况之下 你势必要在国内 达成所谓群体免疫 所以我自己会认为 到今年年底 拜托大家 不论是现在的AZ 或接下来可能有国产疫苗 如果可以上市的话 真的 民众你要去思考的事情是 我们台湾不可能 永远持续留在现在的状态 你势必要开放 其他国家的人进来 或者是你越来越难困难 去要求别人 一定要隔离检疫14天 那在那个前提之下 你台湾势必内部 要有达到群体免疫的状态 所以国内的疫苗的施打率 虽然目前的状况 我们目前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你可能认为 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可是你自己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国家 内部的群体免疫 能不能达成 这是大家 我真的要赶快提醒说 你觉得你不会有适应 可是我们必须要达成群体免疫 就是你就算你不出国 你也得在国内 去完成群体免疫 让假设未来境外有感染者 进到你的社区 社区不会出现蔓延 这是国内一定要有的一个态度 那现在问题就在说 中国他们的疫苗 全世界这样送 最糟糕就是 他就送给那个所谓的 所谓比较弱势的国家 或者甚至他用政治 国际政治的动作 说我送你疫苗 你要跟我比较好 我送你疫苗 你不要去台湾 送你疫苗 你跟台湾断交 用这种方式去做处理 今天假如你中国制的疫苗 是经过了完整的科学检验 完整的人体试验 出来之后 大家真的有一致的功效 在国际期刊上都看到说 他跟现在不论是AZ也好 不论是莫德纳也好 你都有一定程度的效果 那这样他是做好事 因为你不能 我们讲了嘛 在不断我们在WHO都讲说 你不能形成一个 全球的防疫破口 那台湾就是一直希望 我们能够尽上一个力 把这个破口给补上来 那问题是中国 你现在这种送疫苗 还有他的疫苗的施打状况 你造成就是全球的防疫破口啊 效力低的情况之下 还造成大破口 这个他会造成是 全球的防疫破口 这个是很大的麻烦 就是你看前一段时间 有在谈说 是不是各个国家 要开始出现所谓疫苗护照 那我们在国内 后来部长去提说 他很难 他很难去 在疫苗护照里面去针对说 你是打AZ我让你进来 你是打BNT我让你进来 你是打俄罗斯的 我不让你进来 或你是打中国制 不让你进来 就是你越来越难完全 确定你是不是打完 是哪某几家 所以你势必会出现 你可能是打 在菲律宾 你可能是在巴西 打是中国制的疫苗 那我们未来的情况之下 你要怎么样去讲说 你打的是中国制的疫苗 我不让你进来 会是一个麻烦 那但是中国这种做法 就是造成全球防疫破口 因为全世界现在开始发现 你去看巴西的施打率 巴西施打率蛮高的 可是他打的是中国制的疫苗 他就没有像英国或美国 尤其是英国 他四种疫苗 全都下去打了之后 他们的感染状况 是有往下降 那巴西没有 而且甚至更多 巴西智力 都是疫情不降反身 不降反身 那你那边的民众 我都挨了针了 你就跟我讲说 你打这个不好 我不可能吗 我一定觉得我有效 那他们去讲出混打跟第三针 这两个资讯 事实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我必须帮 帮他讲话 我觉得高福真的是一个 有良知的学者 只是有良知的学者 在中国就会变李文亮 这个有良知的学者 他一定是看了 他们相关数字 发现问题大了 接下来你打了两剂之后 防疫能力没有上来 情况之下 他才会讲说 不然打三针 可是这句话很可怜 为什么会这样讲 表示你之前在人体试验的时候 之前在前期试验 根本没有做完 两针打完有多少效果 你记不记得像我们之前在谈什么AZ 要间隔一个月 还是间隔两个月 间隔三个月 他就是我的研究会发现 我间隔两个月的效果 间隔三个月的效果 那中国现在讲出第三季就是 可是问题是 你的人体实验 有没有在进行 没有 你跑到世界科 我去打了 再说 不然再打一针看看好了 这就是你完全实验没做完 前两针不是白打了吗 其实我们不会讲白打 那个问题是那你多打一针之后 我们就要直接问 那你多打一针 第三季之后 第二季跟第三季间隔多久 然后打完这个第三季之后 防疫效果上升多少 没有数字啊 重点在你没有数字啊 那他之前讲说混打 混打他的混打 不是中国制疫苗 跟自己中国制疫苗混打 是中国制疫苗跟其他进口国家的 这个其他国家 西方国家的疫苗混打 问题是你没有任何报告说 我是先打了AZ之后 打科兴 还是打了科兴打AZ 你根本没有这个资料 那也就是这些专家 已经是头目的 就是说我们国家 跟人家收了疫苗 我们送人家很多疫苗 然后我们自己国内呢 又不太买这种 所谓的那个国内 他们又要求民众 打中国制的疫苗 接下来怎么办 那病毒是不是有可能变异啊 就是你这个打了一通的结果 那病毒反而更知道 怎么去闪躲 现在最大的麻烦 是他连还没变异的疫苗 他还没变异的病毒 他都没有什么防护力了 你根本谈不到什么 病毒已经突变之后 会有什么效果了 所以其实他现在这样讲 看回来说 以香港林郑月娥这个做法 你想想看 接下来就麻烦说 那香港你香港人 出来到其他国家 我们要不要处理 因为他其实之前是用一个 叫做回港疫的制度 也就是说香港人 从中国内部回到香港之后 他让你说 我可以不用隔离那么久 他是所谓的友善香港人 那他现在开放说 其他的中国 尤其是所谓广东 或其他中国游客去到香港 他也可以这么做 那问题是说 这些人他只有他的问题在哪 他不管你有没有打过疫苗 不管你有没有接受 他只要你上飞机之前是阴性 三日内阴性 下来之后不用隔离14天 那接下来就等着中国内部的感染者 再到香港去 然后在香港内部再造成扩散了 所以其实真的从2019年底 一直到现在 中国都是防疫破口 以现在他们的疫苗政策 跟他们的疫苗品质来讲 未来中国还是全球的防疫破口 是 全球的一个防疫大破口了 其实我觉得中国这个说法很奇怪 因为现在每一剂疫苗都是两剂的 那你打第三剂 打第三剂 比如说你打完中国的两剂 然后打第三剂的时候 AZ打一剂 有效吗 那AZ明明就要打两剂 那BNT也一样 BNT也打两剂 那你打完中国之后 再打另外一个混打 那是怎样 所以还是说你干脆就直接西方的国家 或是其他国家惨的都打两剂 然后最后一剂就安慰性的打中国的 这个疫苗吗 这样比较有效吧 当然我觉得他当然是讲了 就是在中共官僚体系里面 是一个比较敢讲话的人 但是讲这样的话 其实他也在政治压力下面 做一些很多的折衡 这个曲折嘛 那事实上科学可不可以证明说 你到底是三种是哪样 是三剂是要哪 哪三种要怎么打法 其实这也是大家也觉得很混淆 就看起来他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反而感觉是背后有非常多的政治考量 就是很多的政治考量 就是我勉强你拿西方的一剂来补一下 好像心理安慰 可是问题是西方也是要两剂才有效 怎么会怎么会有效呢 那会不会最后要打四剂 所以应该就是导实说 应该是打四剂才对 那你打四剂 你前面你前面中国人就不用打了 他只是不好意思说 你根据就打西方的两剂就算了 那现在是帮这个中国的这个疫苗 还留一点面子 我不相信有一些人 你在这想想就知道了 这怎么可能打三剂 到底是哪一个三剂 除了中国的科兴那么低之外 打三剂没打 那差不多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他已经够 其实够委屈了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 到底会不会让他有货 有引货上升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因为不光是中国 现在还有第三世界 你说南美洲好了 都说一下阿拉伯国家 跟中国合作生产疫苗 那你这样等于就说 会让整个疫情 到时候又扩散到全世界 那就是说非美方 比较联盟的国家 可能都很糟糕 比如说非洲 拉丁美洲 或是这个 你看菲律宾 菲律宾还 医生的检测结果 那就是 那他一直是说 我也不相信你打疫苗吧 林郑月娥应该是说 我不需检测武汉肺炎的检疫 检疫是跟医性 就是医性检测结果吧 就是一样嘛 但是呢 我不接受你接种疫苗 来这个 来进入 进入香港 是中国人 他就意思是说 你接受了中国疫苗 你也不能够来香港 但是你一定要持 你是这个所谓新冠肺炎的阴性 才能够进来 那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林郑月娥的这个话 当然就是说 我没有直接吐槽你 但是问题是我 我心里头也是觉得 你中国疫苗可以吗 就是说中国疫苗的这个效力 可能香港人也打了很大的问号码 所以说你只接种中国疫苗 你是不能进来的 你还要去检测 如果你是阴性 才可以进来的 要阴性才可以 对嘛 所以说你这个林郑月娥 一向是蛮配合中共官方的 可是他今天这个所谓直通车 这个港区跟中国的直通车 这种一定要持阴性检测 因为我不晓得 他是几天的阴性检测 但是他就明白了 是说你中共打再多疫苗呢 我香港人还是不要让你进来 你还是要跟我讲说 你证明你是阴性的反应之后 我才让你进来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这种疫情跟所谓的疫苗东西 都是事关重大的 跟这个政治上面真的是 也没有办法妥协的啦 你一进来之后 我放那么多这个中国 这个可能有 有没办法这个免疫的人 或是说有可能这个已经染疫的人 进来香港 那我到底要怎么办 所以连林郑月儿也没办法接受中国疫苗嘛